现在日治时期的台中大屯军艺所 2017年进行修复改造 今年8月底即将完工 但最近围离拆除之后 有民众发现 怎么二楼的屋顶像是铁皮加盖 看起来蛮突兀的 而且缺乏美感 对此文化局解释 那是使用回收的泰新板材做的 耐厚性加还能延长使用年限 另外大屯军艺所在2006年 登陆历史建筑时 屋顶早就消失 在取得文资省议会同意之后 决定以大胆守法 还原早年的二楼样貌 也增加使用空间 台中将近百年的历史建筑 经过重新修复 一楼是日式巴洛克风格 没有问题 但视线往上看看二楼 三角屋顶搭配灰色外观 让人看了紧皱眉头 心想这不就是铁皮屋吗 怪怪的 跟老建筑有点冲突 市府文化局最近才在脸书上 公开宣布这种历史建物的修复进度 没想到引来大批网友 留言批评丑到爆 台湾美学的极致体现 还有人询问有出租套房吗 甚至有民众抛出老照片 对比当年典雅外貌 跟现在实在差很大 看起来很平衡 很现代 今天没有什么特色 这栋大屯军艺所就位在台中西区民生 陆台中中庭后方 1924年完工日治时 其实管理大屯军的官署 二次大战后由台中县参议会使用 2017年展开大改造 总经费2660万 但类似铁皮的大型加盖物 突兀的视觉冲击 已经让不少人看傻眼 文化局表示 大屯军艺所在2006年 登陆历史建筑时 屋顶早就消失 之后取得文资省议会同意 选择大胆手法重建二楼样貌 增添更多再利用空间 八月底完工后 类铁皮的屋顶也会变成黑色 让百年建物重现风华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台中 藏不到